警車一路鳴笛奮力往前追 但眼前的騎士卻沒有要停下 直到下個路口 和對象的資源警力兩面包招 其實無處可躲 這才把他攔下 第一時間還不肯乖乖配合 整個人被員警拉下車 因為他騎的機車根本就是偷來的 也不怕會被人發現 在一個市區不斷繞圈 當天這名男子出門要撿回收 但覺得走路太累了 剛好走到這邊 看到一台機車就像這個樣子 鑰匙沒有拔 才會把他騎走 9號中午 新北市一名中心富人騎車回家 卻忘了拔鑰匙就上樓 幾分鐘後才想起來 但下樓一看 機車早已不翼而飛 因為他騎有點藍色的車認得 他都會停在這裡 我想說使他自己的親戚 然後他剛好騎從我這邊過 早上使他們樓上鄰居下來 他說他早天那台車給人家偷 賢犯很自然的把車騎走 一旁的店家目睹 還以為他是車主認識的人 59歲的陳姓賢犯落網後 聲稱只是想要借一下 有打算要還車 但警方當然不相信他的說法 一切到罪將他移送 警方第二位監視器出動八名警力 分兩路找人 一邊聽著派出所同仁 回報賢犯的動向 兩小時內成功找到失竊機車 以為嘴巴說說要還 久沒有行責 還是被遠景依法偵辦 TVB的新聞環境國際環漫 新聞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